关山正农会将过去闲置30年的老骨昌进行的大改造 改建成为多元文化厨艺教室 未来将成为关山地区推广多元料理的中心 同时也让更多未来游客可以在此进行料理体验 认识关山在地农产品还有不同文化的饮食习惯 贵宾们拉下红彩带 关山多元文化厨艺教室正式开幕 关山正农会过去三年 标记关山的正名以及在地的新住民朋友 组成了多元文化料理班 发展多元的饮食文化 同时向中央申请经费 将闲置30年的老骨昌 改装成现代厨艺教室 在经过整修后日前正式开幕 而未来多元厨艺教室 也将成为游客体验食农教育的场所 非常感谢我们委会 给我们全力的支持与补助 让我们有很大的空间 能把这个老旧的仓库 规划成为现在美轮美奔 而且既有特色的多元文化厨艺教室 我们最主要的工人是提供不同族情的饮食文化 能够融入地方 增加我们农产品地产递销的模式 增加我们农产品的销售点跟销售量 农会总干事则指出 希望未来能够朝多元文化的方向来迈进 带动镇上的整体观光 也希望透过多元文化族情的餐饮 能够吸引 能增加本镇的 本镇观光的新元素 来吸引不同的游客 不同的游客人群 增加其观光的人口 也增加我们本地的观光收入 也造就本地青年的就业跟创业的机会 观山镇农会也强调 先前就已经培训多年的料理班成员 未来也将成为总指教师 教导来美国学校游玩的游客 学习各个族群的拿手菜 记者陈静玲观山镇报导 好